V-Day在低欄的星期幾你就插入一個函數用那個Week-Day Ok 那Week-Day的話就給它前面日期 那Return Type這個就要改好了 因為你改了之後更麻煩 改完之後就不同步了 反正它裡面預設就是用美國人的邏輯 那當然你改了像這裡下有什麼 使用二的話 它就把禮拜一當第一天 禮拜天當第七天 可是問題你改了之後 它原來邏輯還是美國的邏輯 所以會錯亂 所以乾脆我不建議Return Type做任何變動 就保持原來的 裡面空下來就好了 它會按確定之後的話 五嘛 那五的話應該是禮拜幾呢 五的話 那你要用美國人 對美國人他們的邏輯去想 因為他們設計了 按確定禮拜四 所以回來就禮拜四 之所以會是禮拜四 是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儲存的格式 已經有把它做什麼呢 格式化成日期裡面的星期期 那背後其實就是四個A OK 那你當然底下箱下填滿 weekday也又做出來了 那你也可以再把它格式化回來 裡面它原來儲存的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五就是禮拜四 六的話呢 就是禮拜五 有沒有 三的話就禮拜二 OK 因此類推廣 那接下來後面還有YMD 這個主要就是讓各位練習什麼 把這個日期裡面的年幫我抓出來 其實很簡單嘛 前面有講過 你就是什麼呢 用year 給它一個日期 它會自動幫你抓到前面的年 向下填滿就好了 OK 那月的話一樣 插入函數 用month 所以這邊有month 然後把前面的日期 的月份幫我抓過來 它會自動抓到月部分 那還有呢 date的話就是說 把那個日的部分抓過來 所以後面的日部分抓過來 OK 那這樣的話 年月日就可以分開來了 所以也就是一個日期 它基本上是由三個 三個資料所組成的 會整之後呢 還必須用date函數 才會是標準的日期格式 所以這個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呢非常重要 接下來的話 再來看那個networkday 其實跟workday 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networkday加s 為什麼要加s 因為它是幾天 天一定是複數的 workday是哪一天 OK 所以基本上概念是相似的 只是說如果你要算的是 最後是幾天 那用networkday 哪一天workday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資料可能比較舊一點 所以乾脆什麼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用取代好了 取代的話就是Ctrl加H 取代會吧 取代什麼 把2015改成2018好了 不然的話這可能會很大數 2015 改成2018 Ctrl加H就取代 2018 OK 把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東西全部取代一下 OK 好這樣子 那我們 把它全部取代完 那如果取代 除了Ctrl加H 你記不起來 你可以常用裡面 常用裡面 在最右邊這邊也有個取代 不過我是建議 有些比較常用的快速鍵 倒是蠻值得去把它記下來 工作裡面 CtrlC CtrlV CtrlH CtrlF CtrlF CtrlA 就全選 這個常常用的 我想可能 記起來的話 至少你就不用再動滑鼠了 你不用去找那個功能 好 再來的話 計算 這個公尺 特別注意它的概念 總共會幫你剔除兩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說 它一定會把禮拜六禮拜天去掉了 所以如果你的公時裡面 邏輯是不包含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一個 第二個是說 你要剔除的是 如果它是休假日 那個休假日不是禮拜六禮拜天 像國定假日的話 那個你再給它 它會幫你剔除掉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 而且算KPI 有時候你要把禮拜六禮拜天扣掉 你不能說每一天都是工作日 不是嘛 OK 所以這個好像還蠻重要的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 問到有關那個KPI的計算 那這部分的話 它計算公時 勢必就是要扣掉 非上班日嘛 非上班日第一個禮拜六禮拜天 第二個是類似上國定假日 那我要怎麼做 一先把什麼呢 你要準備幾個東西 底下這邊不是有個清單嗎 那這個清單指的就是說 它是休假日 但不是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已經扣掉了 那你除了禮拜六禮拜天之外 還要扣掉什麼 你要列出來 但如果已經是禮拜六禮拜天了 你就不要再列進去了 因為它已經扣掉了 你列進去它還是扣掉 所以是列出來的一定是 不是禮拜六禮拜天的其他假期 非工作日啦 那我們來算一下 第一個 假設這個日期到這個日期 並且除了扣掉禮拜六禮拜天之外 也扣掉這些其他的假期 總共的工作時間是幾天呢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 那我們就插入一個函數 用什麼networkdays 因為我要算天數 所以記得喔 一定是networkday加S 那其實我的記法這樣 後面如果加S就天啊 如果沒有加S就是哪一天嗎 這樣會比較好記 不然有時候 這兩個常常會搞混喔 看起來太相似了 OK按確定 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哪一天開始 就元旦這一天開始 結束是哪一天 就是今天為止 那它已經 這個中間已經幫你扣掉六日 那除了六日以外 還有沒有要幫你扣掉的呢 欸你就holiday有沒有 那holiday你就是給它一個清單 所以那個清單你要預先做 我在旁邊已經有個清單有沒有 清單就把它選起來 它接著把清單裡面扣掉了 所以扣掉完之後 它就幫你把公時算完了 欸112 所以總共你的工作時間是112天 沒有問題 OK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這是內建的功能 那再來的話 workday其實 它的邏輯跟剛剛那個其實蠻像的 只是說最後是哪一天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一樣把它取代好了 因為這個也是舊資料 CtrlH 2015取代成2018好了 好取代一下 那假設說2018的3月 3月8號 我們乾脆改1月1號 反正這隨便一天了 1月1號好了 OK也是1月1號 那得100 那個20天好了 應該是哪一天 所以其實你這邊底下也是個清單 然後我就插入一個 workdays的函數 好不好 workday沒有加S 哪一天喔 所以按確定 start day這一天 幾天之後呢 120天 那holiday這邊扣掉 好回來的話 告訴我是哪一天啊 OK 2018年的6月25號 OK應該沒有問題啦 反正這個其實蠻 邏輯其實還蠻簡單的 但是非常重要 很好用的一個函數 好那這個部分喔 就是哪一天 這是幾天之後 OK 就是天數 那待會的話呢 再切到綜合練習 我們就要來看喔 如何快速的產生一個年曆喔 那這個年曆裡面喔 我需要看到是 一把一整年 也許我們用2018 這個2015 把它改2018好了 2018的1月1號 我只有第一天喔 那我希望呢 能夠 第一個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來的話喔 再產生其他的日期 就一個年曆就出現了 再把禮拜六禮拜天 用不同的顏色 幫我填上去喔 那另外可能 最好是插入空白列 這樣會比較方便 填一些日期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前面的這一些 重要的函數喔 先練習過 待會我們再來看 elites想要有點想要 試試看 在這幾天 吃咧 進去 一天 小蟻 開啟 開啟 加入 感谢观看